大家好,我是亥犬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前瞻内容抢先看 卡片词最新安排 第二期混词开启时间曝光 元神日服官宣5.0前瞻大动作 最新优化改动,提早公布 现场曝光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刚官宣的 5.0最新优化改动 六大新增功能 激情奖励增加 世界等级9开放基础 掉落概率提升等等 在5.0版本中 冒险等级到达58级的旅行者 可自行选择是否提升到世界等级9 不过提升之后 大世界内的敌人等级也就提升约10级 战斗难度提升的同时 击加敌人的回报也更加丰厚 同时像漂浮林 海乱鬼等 特定敌人的基础掉率将进行优化 激情与声望任务有重大调整 新增了五星圣仪物累计强化任务 累计提升100级 也就是5个20级圣仪物就够了 每期获得60原石加60柱圣油高 加3600激情经验 5.0新增8套可兑换的圣仪物套装 可以说目前泛用性比较高的圣仪物都可以合成了 同时陈哥湖上线提高 浓缩素质优化 激情奖励调整 改动总归是开心的 但是这些问题玩家已经喊了很久了 我们不满不是因为看不得萌新豪 只是严重怀疑老米传傲慢装食 还正好敢在节奏大的风口浪肩上优化这些 懒得说了 懂得都懂 根据原神日服官方的消息 在5.0前瞻前15分钟会播放特别内容 再结合近期网传的原神动画消息来看 大家等了两年之久的动画 这次真要端上来了 剧情的话 可能会参考凯瑞亚年代史 凡主故事线 带因和凡主的相遇到熟时结伴到凡目 还能接上现在游戏的时间线 基本从头打到尾 出场的都是剧情核心人物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吴志基 我对原神吴志基的剧情特别看好 其次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福利问题 毕竟是5.0新国家 加四周年庆 即使不送新线5 让大家能自选一波常驻角色也行呀 不过也有玩家觉得 现在送反而一堆节奏 风铁送限定 原神4-5年了 送个常驻 依旧会有人带节奏 常驻送了 既拉不了新 也留不住人 还有独轮车来嘲讽你 还不如送个五星皮肤之类的 这次究竟有没有大的呢 大家也别太着急 毕竟两天后 5.0前瞻就开启了 大家再耐心等等吧 最后则是原神FS的一些小彩蛋 新增的二号馆 有很多互动项目 大家 先简单欣赏下吧 并且 今天有不少日本主播 去米哈游总部 估计这几天的原神FS 也会去现场和大家互动 那么今天的消息 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原神纳塔5.0版本越来越近 除了新五星角色即将登场外 最近官方也公布了 有关于纳塔版本的相关优化 不得不说 优化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而说起即将到来的纳塔5.0 玩家们的期待也是比较高的 就纳塔5.0相关内容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纳塔5.0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了 距离现在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定在了8月16日日的中午开启 有关于5.0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也早就公布 一共是三位新角色 分别是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 复刻角色 依旧未知 若按照卡池顺序 预测来看的话 钟离 莱欧斯利 深河复刻的概率是最大的 不过不排除网传的万叶 雷神复刻了 只能说一切还以前瞻为准 然后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第二期混池的相关消息了 第一期的混池开启时间是在4.5版本 按照入混池的条件 第一期的角色分别有 优拉 莫娜 阿贝多 可莉 狄卢克 琴 第二期混池开启的话 满足条件的角色分别有 胡桃 甘雨 达达利亚 七七 克琴 不过目前为止并没有第二期混池开启的消息 个人感觉的话 大概率会在5.1周年庆版本上限 而说起纳塔5.0版本 除了新地图 新玩法的开启外 纳塔的新角色也会拥有独特的机制夜魂 具体可以参考 封单的盲荒机制 对于当前大版本地图的玩法探索上 打斗方面应该会更加顺畅 同时会有新圣遗物 纳塔锻造武器 限令武器等 以及官方最近提及的相关优化了 总的来说 纳塔5.0作为开门版本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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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